大家好,习包子最近干的两件事情 被土工中国的体制内的官员骂惨了 我们要说一说,其实其中有一件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了 说的就是这个印度这边 习包子一口气拨了大概10万平方公里吧 所以导致中国的地图的样子 过去是一只熊鸡,熊鸡一身是天下白 东方熊鸡 这个熊鸡也不再是熊鸡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昨天我们说过一嘴,说中国的熊鸡没屁股了 说这个体制内的人很聪明 骂细胞子那真的是丧权辱国 那真的是叫做拜家子 拜钱,拜姑娘,还拜土地 缺德呀,遭报应 你知道吗? 然后说以后中国的这个不叫熊鸡 叫什么鸡呢? 叫弱鸡 所以据说现在强烈中国的很多人就喜欢用弱鸡这个词 非常的有意思 弱鸡 唉,一声叹息啊,说土工中国经常闹这些事情的 说以前还闹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关键词 说现在那个时候很多骂人骂细胞子,骂傻逼,傻逼,傻逼,是不是 哎,这是个傻逼 完了以后呢,说你一般的人骂骂也就算了 骂傻包子是傻逼,那不行 因为细胞子没有文化嘛,是不是 后来细胞子的网信班下了一个死命令 以后网上不准出现这个什么傻逼这个词 诶,然后百度搜索啊,网络这个禁言呢 都把这个傻逼这个词就屏蔽了 你如果在微博上微信上说话 你用傻逼这个词是发不出去的啊 然后你在百度搜索上面 你搜索傻逼这个词也是此搜索没有 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没有 但是傻逼这个词它已经成为一个 这个扣脚大喊老百姓日常的一个口头禅,是不是 你把它禁掉了以后 大家总有办法对付呗 然后聪明的老百姓呢 就换了另外一个词 听起来像傻逼 但是呢又不是傻逼 叫什么呢 叫散兵,是吧 就是军队里面不是有个军种吗 是从天上跳伞吗 跳降落伞降下来的 那是一种部队叫散兵部队 所以以后就不叫傻逼了 习近平你不是个傻逼 习近平你是个散兵 其实就是说他傻逼呗 然后全国人民都喜欢用散兵这个词 结果就出状况了 出什么状况呢 说这个散兵部队 中央军委 是吧 国防部军队里面的人不高兴了 说这个中国人民散兵的尊严 中国人民散兵的这个荣誉 不容亵渎 不容这帮流氓流鬼射神 在那里对我们这个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说三道四 然后还给这个网信办写了这个写了这个信 中央军委直接写给网信办写 但是打哆嗦 是吧 赶紧就把这个散兵这个词 赶紧就把这个傻逼这个词就放开了 是吧 所以人们又开始习惯用傻逼 不再用散兵了 今天又出来这么一个词 叫弱姬 据他们说过两天弱姬这个词又不能说的 说中国人还是一个熊姬 习包子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这个早晨起来喊三声 还可以约三炮的这么一个熊姬 不是一个弱姬 因为弱姬这个词多不好听呢 说中国是个弱姬呗 弱姬弱姬就是苍白武力呗 受人欺负呗 哎真的很好 关键是你这个熊姬没屁股的看上去 就像一个弱姬受不拉击的 据说这是土工今天最深度的笑话 也是习包子干的最缺德的 最烂的一件事情 你好单单的 你把那么的一块土地送给印度人干嘛 我都看不下去 虽然我觉得印度我还挺喜欢的嘛 我以前写写文章的时候 我写过好几篇印度的文章 那个时候读这个印度的经济学家 阿玛利亚森的书读了好多 哎然后我就觉得印度这个地方挺好的 比中国强 人家是一个民主国家 人家是一个那个时候有文学奖 那个时候有经济学奖 是不是牛逼诺布尔的 开格尔阿玛利亚森 我觉得挺喜欢的 写了不少给印度人唱赞歌的文章 但是即便这样 你中国你这么多的土地 你送给印度人干嘛呀 开玩笑是不是 这是干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更缺德 更让我这个浮想联翩 说什么呢 说昨儿个我们不是讲过一期节目吗 说习包子的这个警察在上海收拾那些年轻人 那些过这个万神节的年轻人 是不是啊 说他们奇装异服 要把他抓起来 哎呦闹成了一个什么万神节革命 说这个是起来有自 为什么上海人要搞这个事情 你想上海是什么地方 上海是一个阳金崩的地方 上海人都挺好赶时髦的 上海的官员也好 上海的这个老百姓也好 总体上啊 他们对新事物的 新事物的这个接受的这个 新凶啊 要比其他的 比如我们湖南那一鸡脚干的 那这个土别要强的太多啊 你为什么要不允许年轻人 花个妆跳个舞 是吧 穿一个魔鬼的衣服 是不是 把自己打扮成一头猪 那不是挺好的吗 不行 是吧 说习包子这个孙子 他其实知道很多人骂他是一头猪 是吧 一头二百斤 二百斤是什么意思啊 他自己说的二百斤山头不 二十里二百斤山头不换肩 是吧 二百斤麦子 二十里山头不换肩 所以大家都觉得 他这个二百斤 二百斤什么 二百斤猪呗 所以为什么习包子 他要禁止上海 禁止全国的人 过这个万圣节呢 是因为他知道呢 老百姓把它称为二百斤 二百斤就是一头二百斤的蠢猪 而上海的人呢 还有北京的天津的很多人的深圳的人都把自己打扮成一头猪 但是年轻人呢 不是说讽刺习包子 而是这个什么模仿西方的左派文化 是吧 西方有很多左派的年轻人把自己打扮成一条狗 是吧 人走路的话都是两条腿走的嘛 现在很多美国的年轻人四个爪子 手和脚在地上爬的 说他向世界宣布 我他妈的就是一个什么啊 我我我就是我认为我是一只一只狗狗 是不是啊 不是一个人 所以呢 他脖子上还牵了一个绳子 是吧 他男朋友还在还在给他溜狗 觉得只是一种文化 有些人呢宣称自己也是一头猪 是不是啊 然后猪猪很可爱 就这个意思 说没有讽刺细胞子的意思 扮成一头猪 只不过是认为猪长得很可爱 肥嘟嘟的 两个大耳朵 是不是还有点贪色 就这个意思 但是细胞子都何等聪明的人 那他怎么能够上当呢 然后他就下了一个通知 唯一的组织年轻人 办二百亲蠢猪的这么一个情况 在中国的街道上出现 他就搞了一个新的最新指示 就是警惕年轻人利用万神劫反党 哎呦我的一个缺语 我一听我真是哭晕在厕所 我这种爱琢磨的人 读了几本歪书的人 我就开始扬天长叹了 是不是两行这个脑内啊 是不是真的 真的有点想哭啊 为什么呢 你想想习近平他们的家族 当年之所以在文革的时候 遭难是因为一个什么事啊 是因为毛泽东说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 谁能想到许多年以后 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 搞了一个新词 叫利用警惕年轻人利用什么 万神劫反党 就是反包呗 怕他把年纪人骂他这二百斤麦子呢 所以我跟你讲啊 土工中国他是一个巨大的诅咒 真的 之所以他形成一个历史的当下的诅咒 原因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过去的错误 你没有认知 过去的错误 犹豫没有认知 所以你没有及时得到纠正 一个人如果他自己的某一个错误 他没有得到纠正的话 他会隔两天他又重新来 就像我这么一个宠货啊 我这个你从18岁以后 我就是对女人有一种乌有的纯洁的幻想 总觉得女人不是那么坏 其实现在我回想起来啊 我在女人的问题上 不知道摘了多少的跟头啊 真的是傻巴拉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一次又一次的 一次又一次插里把自己搞砸是不是 所以我说过我这位子干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就是娶我的老婆为妻 真的 那以前和人生的那些个女的一个一个的 全都是嘚瑟 全都是宠货 全都是坏蛋 不是他们坏 是我看不到他们的话 人都坏 是不是 所以我有一种直觉告诉我 我肯定是不对的 我怎么办呢 后来我想我得要找一个正儿八经的人结婚 安安静过日子 再也不跟那些个女人搞的妖蛾子了 我发现我的生活产生的巨大的变化 你有错误 你要认知 然后你要纠正 就像吸包子 你明明知道 当年毛泽东说 你的爹利用小说反党是一错误 完了以后你中国共产党你吸包子 你整个家族没有认识到这个错误的深刻性 完了以后 你很多年以后 你有同样的错误 你亲自能来一把 说年轻人利用万神节反党 什么跟什么呀 所以我就告诉你啊 这个事本身背后巨大的一个隐喻 就是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的醒目的报应 指不定再过几天 习包子又会说 说你用什么什么反党 有人给他送了一姑娘 结果一让他一晚上来了九次 结果早上起来死了 死之前就留下了一个纸条 你用这个有些人 你用美女反党 让我死了 是吧 我下地狱我要找你的麻烦 一头蠢猪二百斤 来啦 不停